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活动的第四关 也就是我们第三天 就是我们这个镜上水罗这一关 那这一关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水属性的护盾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队伍配置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先选择一个奶妈 一个火系 然后刚出了两个新的训兽 一个是兵系的 那他的技能的话 有点像我们凯亚的大招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草戏 这个有点像我们豌豆射手 发这个激光枪一样 好 我给大家体验一下 上来的话是有三个塔 这三个塔的话 大家可以随便打一下 来 我们现在的话 来切换到我们这个草元素的这只讯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技能 你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像这个豌豆射手 发射这个子弹 而且这个后捉力还是很强的 好 大家我们再看一下 发射 咚咚咚咚 我们的逊兽 建议大家尽量拉在一起 瞄准一只来打 好 现在我们继续释放这个草属性的这个元素战技 释放一技能再释放 有能量就释放 可以打一个燃烧的反应 好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个水属性的护盾了 那这种单体的话 我们用这个草属性一下就破掉了 好的 我们先将这个最大的水塔啊 先灭掉 那下面的话 我们展示一下下一只啊 我们这个冰属性的这个讯兽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技能 好 我们拉过来 来到这个中间 释放技能 看到没有啊 有点像是不是像这个凯亚的大招 好 再释放 我们继续 感觉更像这个甘雨的大招啊 我们人物的话是可以行走的 技能还是留在原地 好 我们继续来到这个中间释放 有这个冰属性的话 这个破这个水盾啊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好 我们继续释放 我们挡掉最后两只的话啊 这一关的活动啊 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